被網爆 我被恐嚇、威脅 有人傳訊息說 聽說你給NONOX對不起不用錢了 那我可以X嗎 我的證據是因為 其實在 我個人發生事件的時候 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人看到的 他们会接着我的接力棒这样子 可能明天后天就是一个一个来 所以今天主要算是个人提告 对 我先 我今天会来提告的原因 包含其他的受害者一起待发生 我们要对nonon 陈轩宇先生提出 性骚 性侵 性侵未遂 强自猥亵 性侵未成年少女等等罪名 你们目前大约累积了几个人的试证 然后我们要一起集体出送吗 我们会由我先开始 然后到时候用传唤的方式 一位一位接力棒的过来进行提告 目前就是像昨天懒人包一样20位吗 目前因为昨天最后一次发生过后 人数已经超过20位了 现在目前收到的应该是 快要25个了吧 其实每一个都超级可恶 超级可怕 因为我在读着这些受害者的故事的同时 我同时也会想到自己的事 可是因为我必须要确认比较多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不断地问他们问题 等于我又一直不断地挖他们的伤疤 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在问他们的同时我也会跟他们道歉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不堪很痛苦的一个回忆 这一次的发生老实说我没想到回响会这么大 我自己也被吓到了 记得我在6月20号的凌晨发文 我是凌晨一点才发文的 当时我因为声援第一位Amber 因为NoNo 陈轩运说不认识他 我为了想要证实这件事 所以我是在19号的晚上10点已经打好了 然后我会发抖 我会害怕 然后11点 12点我还是不敢发送 因为那时候我看见他还在线上 因为他也没有封锁我 我也没有封锁他 我看他一直在线上 然后他一直在线上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发出之后 他会不会知道我在讲他 然后我一点终于鼓钱我接暗了之后 结果隔天就受到非常多的质疑跟回响 其实很多人都埋在心里就不敢讲 因为我发生之后 他们就讲出来私讯我 我的私讯也爆炸 所以我才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 必须要证实的问题 那当我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也是上去看他有没有在线上 结果他也是在线上 网络上很多的酸民 很多的谩骂 都是一直针对受害者的 其实我不懂为什么 可是他们就是一直针对我 我被网爆 我被恐吓威胁 然后甚至要我不要再讲话了 就是叫我闭嘴 然后一直受到不断的骚扰 然后又有人传讯息说 听说你给NonoXXX不用钱了 那我可以XX你吗 当初我们只想要一个简单的道歉而已 就没想到NonoXXX他没有想要承认这件事 他没有想要承认他自己做过所有的事情 所以今天才会走到这一步 他真的太可恶了 我们能不能送他去关 我们能不能不要让他再出现了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开始联合起来决定 打这一场大家都觉得我们不会赢的战 那小王老师这边的证据大概会是 我的证据是因为 其实在 我个人发生事件的时候 其实是有 其实有人看到的会跟检察官讲 那这个看到的人 我们已经13年没有联络了 他因为看到我开记者会 他吓到 他哭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说 我没想到你忍这么久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你准备好了吗 那当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联络 所以他联系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电话是谁 那 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 哭出来了 因为我在想说 很多事情是深埋在我心中的秘密 我以为我 我没有去面对就是没事了 就没想到 他一句话点醒了我 然后 所以 当时他也在现场 那 他会是我的一个人证